回来了 语哥 回来了 十天前的报纸都买回来了 语哥 还有地图 这地图可不好买 是珊瑚到临河学堂偷来的 语哥 这临河学堂 也都让小鬼子给占了 不偷白不偷啊 没遇到麻烦吧 没啥 就是出城门的时候 让关东军盘问了半天 问俺带这么多报纸干啥 俺说胡强 磨了半天呀 才让俺出去 娘子 小鬼子懂什么叫胡强啊 他们懂 他们的房子 家板 门板 全都是纸糊的 贾东啊 你说咱这不看报纸 也不知道今天是几号 星期几什么的 今儿是八号 八号 星期五 长官 那我去趟梅谷的寨子 梅谷去临河镇了 他去临河镇干嘛 那个小金刚来说的 去买衣服 走得匆忙 就什么都没有带 也应该 说只有临河镇有 我让小望陪他去了 胆真够大的 要不然就不叫梅姑了 早知道他下山的话 就不让珊瑚跑这一趟了 鱼哥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如果你真想除掉那个女人 用的不是强 有人比你更着急 就不让你更着急 行啊你 挺会说话呀 宇哥尽管吩咐 宇哥嘛 宇哥什么宇哥 对你挺好啊 我就跟宇哥说几句话嘛 今天就 巴结啥呀 平时兄弟们不都这样吗 宇哥说话我们爱听啊 你给我记住了啊 这内外有别 我才是你们的头 是 东哥 知道了 我对你不好是怎么着 那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俺 俺也说不上来 东西呢 给 东哥 就这么点啊 这没办法 小日本不让买 这还是喊突然私就偷买的呢 你说这东西够姑奶的抽几天的呀 你刚才说什么 鸦片馆也被小日本占了 可不是嘛 俺刚去没几天 现在变化可大了 满街都是小日本 还有日本娘们 日本娘们 对啊 你是不是逛窑子去了 我 我的大总管 你这 行了行了 我不追究你了 不就这点事嘛 兄弟们也不容易 以后助点意 走吧 东哥 俺走了 只能死 这种狗的猫子 玩儿跑了 这么说你成功了 没人怀你 只要草上飞 她相信我是没辜 不就行了吗 她相信你吗 目前为止 她是相信的 也许 她根本就没有抄那方面想 那你不要掉以轻心 草上飞非常久滑的 小金刚帮了我不少 她告诉了我 很多关于梅姑 和草上飞的细节 我想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 向她吐露一点细节 这样的话 她就可能彻底信服 你没有侦查金龙山的地形吗 转了个圈 山腰上有一片黑松林 那儿可以射伏击圈 嗯 情况都在这里 有一点可以肯定 游击队 在打金龙山的主意 正是宋本最担心的 可是现在 有可能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为什么 我有一个新计划 什么计划 潜入游击队 潜入游击队 你想想 如果吴翠花 她真是游击队派来的 那我就推波助澜 我鼓动方振宇 嫁入游击队 如果这样的话 成功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这样不光可以拿下金龙山 还有游击队 也许 还可以潜入抗连总部 我回去马上向松本汇报 拜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娘 别害怕 我不是坏人 姑娘 你长得真漂亮 出去 说我不是坏人了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你滚开 滚开 干什么你 干什么 小心啊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死给你看 冷静 姑娘你冷静 你出去滚 救命 大总管 这儿去找哪儿啊 去找司令啊 您不能去 司令有事 司令明确说不让我去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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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这意思 救命啊 我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声音呢 没有 没有 您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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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不不不 绝对是女人的声音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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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唱歌的 唱歌的 对对对 唱歌的 对对对 唱歌的 没错 哼 你们忙 好 好 好 大总管慢走啊 好 好 你出去 别别别 我出去 你出去 你出去 别叫 我出去 你出去 滚啊 这么快啊 快你个头 赶快放人 这 怎么了这是 他娘的不愿意 女人哪有自个愿意的 你得寒点 你从哪儿弄来的 山下啊 老百姓 咱们都是老百姓吗 放屁 立刻送下山 走人 长得多水凉啊 我自个儿都没舍到用 我特意留给您做压寨夫人的 凶瞎子 你这弄不出个人影来 立刻把她送下山 弄出声我他们毙了你 行行行 弄走 送给你的不要 滚 你们出去 别过来 别别别别 别害怕 别害怕啊 我死给你们看 你们别过来 别别别 我不放下 走开 你先把剪刀放下 你先放下 我们放你走 真的吗 真的真的 走吧 来 来 哪儿弄的给我弄回哪儿去 顺便给借块大洋 是 司令 方长官找你有事 知道了 雨哥 喝点茶 嗯 方大少爷 岳和妹子 正好你们都在啊 刚才啊 我去镇上 给大家买了好多礼物 拿 这个呢 是我送给方大少爷的 谢谢啊 岳和妹子 你也有 来 这个呀 是我给你买的衣服 咱进去试试呀 去吧 走啊 来 你帮我拿这个啊 来 快进来呀 来来来 你把这衣服脱下来 来试试啊 看看这件 我给你 精心挑选的旗袍 那 我呀 就想给你买个旗袍 合身不 好看吗 你想干什么呀 什么干什么呀 你呀 如果想消除你男人心里面的那个他 用的不是枪 是嘴 咋的 不咋的 那 你呢 去把这衣服 给换上 给语哥看看 弄够了没有啊 都快吃饭了 你还折腾啥呀 折腾 咱哪 就是要在开饭前 给他们来个 羞涩可餐 来 赵大哥 朕兄弟啊 找我有事啊 下午啊 山虎从林河弄了些报纸来 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 现在形势变得真快 有人送礼啊 真不错啊 梅姑去了趟林河 买回来送给我的 出去买东西了 画军王 宁早 听 欲忠 合 看着 怎么样啊 方大少爷 满意吗 赵司令 你问错人了 咋的 你该问进窑子的 你 约合 没事 方大少爷 本姑奶奶呢 最喜欢的 就是弃女人吃醋 我没吃醋 是吗 赵司令 还记得我在宝林轩 唱的那出戏吗 那儿哪能忘啊 那会儿啊 你可是黎原戏班子的 头牌滑蛋呢 先不说那个 就说说啊 我唱贵妃最久的那出戏的时候 台下那对夫妇怎么样了 啊 对对对对 好像是因为你打起来了 哈哈哈哈 我吕金梅一个秋波 那爷们儿 立马就流哈喇子了 哈哈 那个女的啊 就揪着她的耳朵 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没过啊 这摆两个身段没问题 刚才那几下子 你可给我看傻了 我以前没见过你这个 哈哈 是不是梅姑 你赵司令还不知道吗 来来来 吃饭了 啊 以后啊 咱们这个吃饭开会啊 全在那个大屋 赵大哥 那样的话 那那里就作为我们的指挥部 好啊 这样 岳和也不会嫌咱卖事了 你看 咋生气了呢 翠花 这是我 送给你的礼物 胭枕 你擦上它呀 就可以去玄美了 不用了 我平常不擦这个 那 你不要啊 既然她不要 那我就送给月和了 我要 月和 我真要 谢谢你啊 梅姑 谢啥呀 妹子 姑奶奶我呢 就喜欢开开玩笑 你别放在心上 没呀 说到选美啊 这满洲国国庆庆典的时候 还真有那个美天使选美 这个溥仪啊 还给那个获奖人颁奖呢 什么 溥仪去颁奖 那这不是刺杀溥仪的最好时机吗 说得好啊 梅姑 杀掉溥仪就是我们的计划之一 刺杀溥仪 对 就像方长官说的 我们的行动 要有目标 金龙山是方大少爷说了算 你告诉我杀谁 本姑奶奶就一定把他的人头拿来 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过一阵子吧 我们先把松本杀了再说 把小日本赶出去 没顾 杀溥仪不如杀松本老贼 和关东军痛快 不要说抗连总部 就是游击队 帮关东军消灭游击队 也是大大的功劳 现在除了金龙山 马飞李传奎 已经没有人敢和我们作对了 所以游击队就是我们的心头大患 马上着手一下 潜伏游击队的方案 高宣夫人这方面很有监制 一进山就有那么宏大的计划 有你们康天家族辅助 我非常的开心 你先下去吧 走 大佐 任务怎么样 你们下去吧 是 他同意了吗 这个老狐狸把我当妓女了 他看着我是日本人 他说我唱的东北大鼓 有北海道的海腥味 他还说 他说我没出生的时候 他已经在北海道做生意了 田炳城这个老强龙 老强龙也要低头的 我不相信治不服他 我说了 你们俩不可好 他想去说我 好了 他们最好 你们俩不忍听 你 老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阎长贵有人找你 谁啊 阎长贵 你 你咋又来了呢 卷子是来还钱的 卷子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卷子不是晴楼女子 你这 你这是 这 还这是 钱 你留下吧 你这 你这 我这什么意思啊 刘国雄 你 你敢碰他 我有什么不敢啊 他可是老百姓 你怎么知道他是老百姓啊 他万一要是个婊子呢 你忘了司令怎么跟你说的 就是婊子 咱们也够能这么做 他不干还不让我干 你 这是金龙山 我们的位置 这是马蹄岭 李传奎的位置 这是游击队 看来 灵河阵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之中了 尤其是梅姑 梅姑啊 你的寨子没有攻破之前 就像一把尖刀 横插在灵河阵的咽喉要道 现在估计 关东军已经在梅姑寨的驻营了 已经驻了 是的 珊瑚看到很多关东军 朝双风山放下去了 寨子已经烧了 关东军可以修住宫市 是 如果说关东军真的是在双风山驻营了 我们的第一攻击目标 应该就是双风山 梅姑知道安道 所以呢 我们可以齐袭关东军 对 夺回寨子 我说梅姑 我现在还纳闷呢 这关东军是怎么攻进寨子的 我说赵司令 你就别戳我的痛处了行吗 梅姑 赵司令说的对 我们应该总结经验 那年奉军 一个团 围了寨子三个多月也没进去 怎么这关东军 不到一个时辰就攻上山了呢 怎么着 你是说我寨子里面有内鬼是吗 我就是瞎想想 赵大哥讲的不是没有道理 梅姑 等有时间的话 我们一起议议吧 我听方大少爷的 翠花 你觉得把梅姑寨子 作为第一阶段的进攻目标怎么样 我跟梅姑一样 听你的 小王你呢 挺好的 我知道我明天干什么了 好了 赵大哥 加东 还有梅姑 我们四个留下来议议吧 好 好 那我先走了 哦 我去送嫂子 嗯 明天会煮操吗 会呀 我说的是赵司令他们 宇哥没通知他们 你觉得对劲吗 嫂子 情况你也清楚了 你叫宇哥咋办呢 不说赵司令他们 就我们这些人 还搁着张家东呢 不说 那就走着看吧 我回来 嫂子 最近还是留点神吧 我听到一些流言蜚语 说嫂子是游击队派来的 是张家东 嗯 嫂子知道就行 现在大家都知道 张家东是国民党的人 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 共产党坦坦荡荡 光明磊落 而国民党藏藏藏烟烟 心怀鬼胎 嗯 嫂子 反正你多留点神吧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有宇哥在 有小旺在 谁都不能伤害你 嗯 嫂子 最近游击队有什么消息吗 其实啊 我倒是希望嫂子是游击队派来的 按现在的情况 依宇哥的性格 金龙山怕是待不久了 还不如一起去逗高共产党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他们都无许 看起来 他很害羞 好 好 则子 都无许 你果真 他无许 还不如一起去投靠共产党 最近黑龙会的活动非常长绝 附近的七个镇 听说要搞什么镇长的庆典仪式 这满中国的镇长谁敢来当 会有人当出头鸟的 那就杀 他出来一个我杀一个 总部命令我们 各游击队就地解决 逐一粉碎 那灵河镇的镇长人选是谁啊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松本太郎想把人选定在商会里面 具体是谁还不取定 我想十有八九是那个田掌柜 田掌柜啊 那可咋办哪 田掌柜给咱全国大洋的呀 那就希望他不要做出头鸟 子莱 梅姑站在情况怎么样 听说是被关东军给毁了 大家都这么说 听说梅姑已经投靠荆楼山 和草山飞在一起了 那她是和方振宇在一块了 极有可能 那好 那我就去一趟荆楼山 来 对啊 小心点 小心点啊 站住 谁啊 山虎哥 是我呀 小龙啊 这深耕败叶的干啥去 熊哥让我们往山下送点东西 送东西 里头装的什么 这个 山虎哥 这是熊哥这一点意思 意思 意思意思 行了 走吧 兄弟们 咱们走 下山了 熊哥 走走走 跟上啊 走 跟上啊 停 姑娘 这事不能怨别人 要怨就怨你自己 一个人在林子里瞎过 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事 这五个大洋 是熊瞎子送给你的 够你花一年的 赶紧走吧 兄弟们 走 走 走 啊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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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小心 驾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这是干嘛 为战略考量 我把双风山作为战斗目标 我想关东军一定对寨子的所有通道 展开了侦察 这个寨子再也没有什么密道可言了 没估你说呢 我可以让小金刚 再去侦察一下 兴许他可以找到 寨子里面另外的密道呢 这说到小金刚 我想接着赵大哥的疑问 这关东军如果没有内应 这寨子是攻不进去的 就好像金龙山 如果没有内应 根本就攻不上来 除非把山炸平了 方大少爷 是怀疑小金刚吗 我并不是怀疑小金刚 我是在想 眉宫你身边一定有内应 是吗 那你觉得呢 小金刚和顾大牛 都是跟了我多年的心腹 没过 这个顾大牛跟你几年了 从我杀了奉军的狗肚子之后 上了双风山见寨子 就一直跟着我 他也是戏班子的人吗 怎么了草上妃 你不信任我呀 可能你并没有见过他吧 他是一直跟着我的 怎么了 你们是不信任孤奶奶是吗 不信任孤奶奶可以走 我不是没路可走 梅姑 你误会了 没有 咱们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嘛 梅姑啊 你仔细想想 如果你身边有内应的话 你走到哪儿都是不安全的 就是嘛 不是对你不放心 是为了做到确保你的安全 也是确保金龙山的安全 梅姑啊 以后你下山的话 我就让小望和珊瑚他们保护你 小金刚和顾大牛 以后就不要再下山了 报告 方主管 有游击队的胡队长来了 他怎么来了 快请他进来 好 胡大队长 你怎么来了 不止我一个人来了 我还带了一个人 慢点 来 是你 不是已经把你给放了吗 快 别怕别怕 怎么回事 我 我已经让人把他放了 你怎么 别怕 姑娘 姑娘别害怕 我在来的路上 看到他有自杀 所以就把他带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是被熊瞎子给强暴了 熊瞎子 你娘的 姑娘 你别怕 有什么事跟他们直说 大宅主 你得给我做主啊 大宅主 你们在这等着 这个王八蛋 看我怎么收拾他 你去忙你的吧 起来 起来 起来吧 快起来 来 起来 大宅主 你得给我做主啊 你放心吧 大宅主 什么事 这下好了 这胡志卿又来了 一会儿呢 我进去把他抓出来 你们几个送他下山 找个机会 就把他给毙了 是 姑娘 你别太伤心了啊 有雨哥在这儿呢 放到当家 你可别怪我 多管闲事啊 怎么是多管闲事呢 你就是多管闲事 你为啥救我啊 我以后可咋活啊 姑娘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你知道吗 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王大全的妹妹 大全的妹妹 我哥救你不少人 你们 那你没跟他们说 你是王大全的妹妹啊 我哪有机会说啊 我啥也不知道 他们就把我塞麻袋里了 我要是不说上金龙山 他还不肯跟我来呢 我哪知道是金龙山呢 跑 你给我借借她 你个王八蛋 王八蛋 姑娘 打死你 打死你 你冷静点 姑娘是个畜生 冷静点啊 王八蛋 冷静点 姑娘 冷静点 躲开 姑娘 要烧要剐你一句话 拿着 打死你 王八蛋 打死你 我错了